我是要講 其實徐乃玲 我們其實看人 我常常講我們說看人 不是看他最紅的時候 也不是看他最倒霉的時候 就是一直看他 這一路走來 得金鐘獎也好 節目很旺也好 沒節目的時候 如果他對家裡 對工作都是一種態度 你說他 希望不要延遲到別人 這也沒有錯 是啊 是啊 對不對 我跟妳講 以前我們錄台湖 以前都有學生觀眾 小燕姐對不對 以前都是學生 他們就是來看 也沒有錢的 也沒有車馬費 因為以前很喜歡看節目 教官帶著學生上百個 坐在攝影棚 到了晚上9點 那個教官已經跟工作 開始打起來了你知道嗎 一禮拜說7點要放火 9點了 家長都在罵了 外面在吵 電視工作單位 有的時候很不講理 9點了 學生當然還是很想看香港藝人 人家爸媽又打電話問 教官 學生呢 然後我們就不遵守 真的 小燕姐妳對得很清楚 對 製作單位就不行走 不能走 所以妳急不急 妳看著外面 那個教官快跟他打起來了 這邊妳還要做節目 然後要安撫學生 有些學生也坐不住了 對不對 他們一坐坐一天 所以搞得我也很急 所以我很不喜歡 我就說不要延遲 我說該 尤其這些學生 妳發學生來 人家是9點要走 妳就9點讓人家走 對不對 其實因為自己是當爸媽的 就曉得就是孩子 是啊 講了這些事情 其實是我們的攝影棚 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今天還是有藝人不怕死 來說你 沒關係 我現在怎麼說我都說對不起 好 我不能聽聽哪些人說 他每次來露營的時候 他真的都不會遲到 再來就是也很重視健康 為什麼 因為在化妝間都可以吃到水果 然後再來他錄影的時候 掌控那個節奏啊 氣氛啊什麼的 然後想辦法力求突破 就是想要給觀眾看到 就是最 就是我覺得是最真實的他自己 所以呢 妳要認識乃哥 我覺得真的也不難 就透過螢幕 他螢幕上私底下 他就是都一樣 他可能平常跟大家講話很大聲啊 就欸 趕快錄了 趕快錄了 怎麼樣 在等什麼 然後女兒一打電話來就 欸 怎麼了 寶貝 欸 這樣子還滿噁心的 宰貝其實他是有一些美感的 這個美感是來自於他的個性 那這個個性沒有不好 在工作的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他可能做個效果 可能大聲一點 或是脾氣很急促的 其實那個都是做效果 那個都是他認真做節目 然後他的眉高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說他脾氣不好 因為他真的沒有脾氣不好 他在私底下的時候 永遠是笑臉嬰人 跟乃哥合作之後呢 我就開始做到他的一些 妹妹尬尬 就是妳平常開玩笑 他都不會生氣 但是妳唯一開他就是跟女生的玩笑 比如說他自己開他自己可以喔 但是如果妳開他就不行 比如說欸 妳怎麼跟他打情罵俏啊 這個就不行喔 乃哥就很在意他的形象 所以他就會生氣 然後這時候你只要跟他撒個嬌 乃哥 我開玩笑的 一切就會沒事了 因為乃哥非常喜歡人家撒嬌 只要撒嬌 一切就會沒事喔 什麼都說得很好 幹嘛要撒嬌 沒有啦 其實...不會啦 這幾個你罵過幾個 都是小妹妹 你罵過幾個 沒罵過 小錢你罵過 小錢沒有 是他在裡面 我在外面罵 我沒有罵他人 我是在外頭罵 罵什麼呢 就是那一次也是說 乃哥錄你壓力好大 你知道嗎 我記得好像他說 乃哥他在錄你節目壓力好大 你知道嗎 就變得我也是 為什麼 因為 就像那些宣傳 只要一遲到帶歌手 因為歌手有時候宣傳要跑 一過那宣傳 宣傳巴不得跪下來 跟你說對不起你知道嗎 看到我 乃哥對不起... 我們遲到你知道嗎 那就變得我很尷尬你知道嗎 大家都說 路乃哥真的不能遲到 他會生氣 但是你真的被抵得到 我幹嘛生氣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所以變得大家 講的時候有點壓力 人我覺得個子還是有關係 你個子高 很兇 我都坐著 你說嬌嬌 你知道他敢兇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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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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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子太高了 個子高 站在攝影棚裡頭 人家就會怕 對啊 像我們小小個子 等一下沒關係 可是你看 他們講話還是很小心 很小心 尤其是張文綺 就怕講錯 其實你們都誤會 他不是怕講錯 是他 張文綺很好笑 他超好笑 他真的超好可愛 他超好笑 所以我常常講 沒有讀書也滿好的 你游讀書就沒有這些效果了 對 他常常講白字 對不對 陳語講成鯉語 我覺得其實 好 我平平講 這次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蟲蟲也有傳簡訊給我 好 我說我 我沒有跟他講話 我只是說 我想 等事後 我想跟你聊一聊 那其實 因為蟲蟲那個時候 爸爸走了 媽媽失智 他有一陣子非常大 然後他又想唱歌 那我一直覺得那個人 有夢難緣的時候 是壓力很大 當然我不知道 他真正的壓力 是家裡藏著老婆跟孩子 我沒講 我沒講 你現在是白臉 我變黑臉 這怎麼回事 我怎麼回事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作為一個藝人 其實很重要一點 其實我是想跟他聊聊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很想知道 就是說 大家在一個工作環境裡頭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起因是什麼 後來是什麼 我覺得罵人都是最後的果 那你這個起因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你講了什麼不特地的話 或者是那個裡頭要安排 有誤會 還是說 其實藝人有的時候要很知道 什麼可以開 別人在意什麼 別人在意什麼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同理心 就是說 有的時候 我常常跟有一些人說 你知道人家最不喜歡這件事情 你不要覺得說 我講出來 因為別人不知道 我講出來說我很厲害 其實你是傷人很深 是 對不對 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人家很不想知道的話 我總覺得 做主持人要很了解 這種同理心 那你為什麼會 你真的不是很喜歡他 也不是 如果別人 因為如果別人講你 輸不起 你應該也不會發這麼大脾氣 不是 當然有幾次上節目的一種經驗 幾次上節目的經驗的感受 那我覺得 當然就是說 那一天的 在當下的可能一些氣氛 還有一些言語 可能再加上 之前有幾次這種累積 我覺得可能會造成 我那一天會這樣暴衝 但我就說 因為事情都發生了 對我來講 我還是講說 其實我是很感謝 我這次發生這個事情 我講真的 因為平常 你在家會這樣發脾氣嗎 小燕姐 我告訴你 我三個孩子 我從來沒打過 也沒聽過 沒打過 我三個孩子 都發過一次大脾氣 都是在 我印象很深刻 都在他們青春期的時候 我大概都是在 12歲到16歲中間發生的 所以我說奉獻天下父母 孩子在12歲到16歲當中 真的 你一定要忍 我是真的 你忍 忍 忍到 忍到沒有辦法 那會抱一次 但抱一次之後 我覺得也不見得是壞事 也不是壞事 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抱一次之後 你會把心裡話跟孩子講 然後 而且讓孩子知道 你的底線在哪裡 對 所以我就說 也不見得是壞事 但你天天罵孩子 孩子也受不了 沒有用 所以我就說 當然只要是 發生的不對的事情 我覺得你就 反向去思考 這個事情對 未來會是好的方向 有哪些 你自己去想 我其實看完以後 我就很佩服你 我覺得那個國媽媽這麼帥 要練的 而且氣要很足 我跟你講 我那段時間 血壓到150 我平常量血壓很漂亮 都一二級 對 你知道嗎 不是因為現在 我怕血壓回不來 你知道 我看你那個 我還重看一遍 因為我覺得 我要學你講的那個話 我都播得很不順 不會講 因為我平常講話就很快 你知道嗎 不是 你年輕的時候 常這樣罵人嗎 在眷村 對不對 不是 這有練過 不是 你就像我們講 我們到中南部 開口我就 真的 那是打的時候 你沒有這樣講 太不開心 真的 我不騙你 真的嗎 真的 對啊 這個就是有時候一種 它是一種 就是 口同禪 不是 其實講難聽的 不是講難聽 講好聽的 是叫拉近距離 你知道嗎 就是他覺得跟你 好像這個東西 你沒有什麼好擺架子 不是端章那邊的 我很聞人 我是一個對不對 越聞得越壞 我跟你講 我不能解 我們不罵人的 也沒有很壞 我不是講說不罵人的 我越聞的人 對不對 對 不過 人生其實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 因為人發脾氣 我們就這件事情 發去發過了 但因為你有拍下來 你看到自己這個樣子 我沒有看 你沒有看 我何必看 就像我到現在 我幾乎沒有看過我自己的節目 我覺得你應該看看 因為我知道我怎麼罵 我都知道我怎麼罵 何必還要看 對不對 好啦 其實這件事以後 你老婆第一句話跟你說 她沒講 我當天回去 我也睡得很好 真的 就當 沒事 我不會讓 把外面的壓力 外面的不愉快 全部帶到家裡面 所以我回家 也是照樣過日子 第二天 新聞出來了 第三天 是第三天 第三天 鋪天蓋地的出來了 我老婆也沒講什麼 我老婆的個性 是不會跟我講這些的 然後第三天的晚上 她就可能寫了個簡訊給我 寫簡訊 對 但是簡訊只有幾個字 隔天早上我起來看到了 她說 你女兒很擔心 很難過 我眼淚就掉下來了 這就是 你知道嗎 其實我不會 我不願意 我在外面的一些生活行為 行為舉止 去影響到家人 我是最不願意的 我是最不願意的 所以為什麼這些記者 我瞎編 編那幾個主標題的時候 不是我講的 我就很氣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講這些話 而且你沒有這些事情 最重要的是 因為你的家人會看到 老實講 不是 他們看到 看不到 到無所謂 他們不見得會看到 但是別人會看到 他們朋友會看到 對 他們說你爸爸怎麼樣 對 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我很不喜歡 台灣的媒體真的很糟糕 真的非常糟糕 我被污蔑太多次了 我這件事情發 你看看 大概十天半個月 不停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有點閱率 他們 蘋果的記者跟我說 乃哥 謝謝你 今天我們年終獎金都有 對啊 他們有點閱率的 他們點閱率上破百萬 你知道他的廣告有多少嗎 會進來 所以我就說 藝人 我講我很恨的 我覺得台灣的藝人 是非常不團結 一盤散沙 台灣藝人是最好欺負的 小燕姐 我講真的 這是我很不平的地方 真的 因為你是最沒有反擊能力的人 沒有反擊能力 你最沒有反擊能力的一群 誰敢寫黑道 對不對 你看那個社會版 只要寫黑道火拼什麼 都是本報訊 有沒有 影劇版都是 什麼什麼 徐乃玲 本報記者徐乃玲 大蠟蠟 還恨不得把他 影劇版那個記者名字寫大一點 對啊 是不是我就說 實在是欺負藝人欺負得太過分 沒有 但是我想今天其實 我最後聽到說 你老婆寫了這個 妹妹聽到會難過 你馬上就覺得 我覺得 你幸好結婚了 也幸好有孩子 要不然你 不然我是黑道大哥 對 對 不曉得 反正你 你應該 你應該會喘更多禍吧 在台灣好像當黑道 滿不錯的 也不見得 人家都會怕 不是嗎 也不見得 也不見得 不過 我覺得這件事以後 那天我們在華視 和哪個 我就覺得 其實我是想跟你說 人不會不遇到事情 但是遇到事情後面的EQ 變得很重要 就是說你 其實小燕姐我也沒EQ 我就是 就是說今天碰到事情 開記者會 他們說乃哥 你要不要惹一下 我說惹什麼 記者會要開就開了 對不對 我就是要表達什麼 就表達 記者問什麼我就回答 就是這樣子 也沒有什麼EQ 不EQ的 我就把事實上 我心裡的感受 我說出來 就是我對不起別人 我對不起很多的人 這也是事實 你罵人就是不對 打人也都是不對的 是不是 今天不管 你有沒有打過架 我從小打架 打得厲害了 真的 真的 我和一個打過六個 那不是六個都被打 是我先一個打一個 打得很狠 另外五個就跑了 還好 我們跟你合過 大家很少相處 還好 還好你有年紀大一點 只罵人 只有立青罵人 年紀輕 小時候對不對 我們在眷村的 你看看 真的是 200戶 你這樣看 其實今天我們看了乃哥 從他小時候講起 我認為一個人 我們 我常常講 不是說看他 某一件事情 而是看他一直 乃哥一直就是這樣 那就是 就是一個真性情的乃哥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件事情 有讓你反省到 突然 突然比較和蔼一點 也沒什麼不好 對啊 謝謝蟲蟲 真的 你這句話講的 我又有點緊張 不是 我講的是真的 是真的 我說沒有這個事情 我真的不會反攻自行 想這麼多 然後這個事情 給我帶來一個震撼教育 我讓我自己覺得說 不是真的是壞事 我一直覺得說 我好像人醒過來了 醒過來了 真的 真的 我不管怎麼樣 我說這個事情 也一個月了 到現在我覺得 好像收穫大於愛 對不對 對 收穫真的大於愛嗎 我又後來看了很多的文章 你也發現 你有些朋友 會出來幫你講一些話 而這些話 講的都是以前 你曾經做過的事情 人家覺得 你是一個很義氣的 你是一個什麼 那我覺得 那就是你自己 這一點 你也不必很謙虛 還是照你原來的 徐乃玲就好 你突然之間太謙卑 所以我們也很難接受 是 對不起 謝謝 謝謝徐乃玲 謝謝阿姨 謝謝阿姨 謝謝阿姨